主日三分钟 圣经十讲 第四讲 圣经是怎样写成的 天主以灵感推动人写圣经 圣经是天主以灵感推动人写成的 所以它有两位作者 天主和人 什么是圣经灵感 教宗梁十三世 在上至天主的通语中讲过 灵感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现在就看看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如何在圣经中显示出来 灵感的现象 灵感属于天主之神相连 所谓天主之神 也就是指天主的能力 当天主之神刚临到人身上的时候 不单只能够推动人说话 而且也影响着人的行动 故此 灵感就有了言语和行为的两种 此外还有一种是书写的灵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的写作灵感 灵感的解释 言语的灵感 以为天主之神降临到人身上 推动它说出天主愿意去说的话 在旧约中有先知的宣讲 天主直先知向以色列民族表达自己的意志 所以他将天主之神付给先知 使先知不可以抗拒 这样为天主的正义而发言 行为的灵感 就是天主之神进入人身 推动人做出天主愿意他做的事 而他的行动 亦因之称之为天主的行动 书写的灵感 就是说天主之神进入人身 使他写得天主愿意他写的说话 进入上面的解释 我们可以综合这么说 所谓灵感 就是天主接着人的言语行为 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救恩行动 有人往往将灵感和启示混淆不清 其实两者无非都是同一个天主救恩行为 灵感与启示之别 同一个天主救恩行为 可以称之为灵感 也可以称为启示 灵感是天主的能力进入人身 使人做、讲、或写天主愿意的 而启示就是天主是那些 藉着灵感所完成的行动 言语和书籍中所表达的意义 因此启示可以说是天主灵感的效果 而灵感与启示之别 是灵感的对象只限定在一部分人身上 例如古圣祖、先知 以及圣经的作者 并且为了完成天主对全人类的救恩 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和天主合作 启示的对象周围全人类 一切人应信仰和接受天主 在不同方式下所表达的救恩信息 求主因此我们智慧 能够透过勤读圣经 更加密切与主来往 接受圣言的引领 参与主的救恩计划 让圣言滋润我们的心田 在生活中结出美好的果实